您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張雅廷 法國知名導演盧貝松 繼露西之後再推新作安娜 找來俄羅斯演技派超模 殺下露斯主演 看他穿梭黑白兩道 殺人不眨眼 另外即將迎接暑假 玩具總動員再推續集 胡迪和巴斯光年 在新主人家認識新朋友 分別是一隻叫做叉琪的拋棄式叉子 還有全新角色卡蹦公爵 一起展開奇幻冒險 迎接暑假到來 動畫片玩具總動員推出續集 加入生力軍 話說胡迪的主人安蒂 離家展開大學生活 玩具們輾轉來到女孩邦尼的家中 認識了新朋友插琪和特技演員卡蹦公爵 開始了全新的公路冒險歷程 值得注意的是 玩似的配音陣容更強大 性格男神基努李維也加入陣容 為卡蹦公爵賦予性格又幽默的聲音 讓角色更活靈活現 法國動作片安娜是知名大導演盧貝松 公寄露西之後再度創作的女殺手故事 俄羅斯女星莎夏露斯 飾演一個迷樣的莫斯科女特務安娜 她闖入巴黎飯店後避開所有監視器 殺光惡徒 雖然她立即遭到逮捕 但警方卻沒有證據只能無罪釋放 安娜但無虛發冷血殺人 成了世界最令人畏懼的女特務 法國懸疑電影《別問我是誰》 改編同名暢銷小說 描繪時下網路約位熱門話題 法國影后朱莉葉·畢諾許 飾演離婚的中年婦人 為了窺探男友 在臉書上設立一個假帳號 化身24歲年輕女生 意外在網路上 和男友的好友陷入熱戀 隨著慾望和遐想的蔓延 她逐漸失去掌控權 而這場謊言的代價 是否會讓她玉石俱焚 日本電影林穆佳的謊言 描述家中檢居族大哥自殺 媽媽因承受不住打擊而暫時失意 家人決定欺騙母親 哥哥遠赴阿根廷工作 為了隱瞞這個謊言 全家人費緊心力 可喜的是媽媽的心情一天比一天開朗 但這個善意的謊言究竟能延續多久 莊社綜合報導 美國之籃NBA2019年選秀會結果出爐 沒有意外 手握眾人間的紐澳梁提呼隊 挑中了出身杜克大學的18歲 體能怪物威廉森 剛送走明星中鋒戴維斯的提呼隊 畢竟未來將圍繞著威廉森重整球隊戰力 在選手會前夕 威廉森自然也是媒體簇擁關注的焦點 對於外界曾質疑他的投籃技巧不足 只靠勁爆體能挑戰NBA恐吃憋 威廉森也回應了他近期的努力 因為我仍然18歲 我仍然18歲 我仍然不想成為一個成功的成功 我的三點擊傷距離了很多 我開始了有點困難 但我開始了很多 我開始了一點 我認為我的能力 來自從高校到高校的高校 改變了很多 我認為我的能力是我的能力 我會想要贏 然後我會做任何必須要做 除了重元威廉森外 握有榜眼籤的曼菲斯輝熊隊 則挑走莫瑞州立大學的後衛莫蘭特 紐約尼克則用碳花籤 帶走了來自加拿大的巴瑞特 他也是威廉森的大學隊友 中央市場尹俊傑紐約報導 中央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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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設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 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英國首相梅伊出席歐盟峰會 成為媒體捕捉焦點 7月就要離任的他 心心念念著脫歐議題 被媒體問到最後一次出席峰會 心情如何 作出席巴瑞特 欧盟峰会20号在布鲁塞尔登场 28个会员国领袖都出席 除了关注下一届欧盟执委会的主席人选 也关注气候变迁议题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欧洲目前在气候议题方面 已经取得进展 我们在这些国家的计划 马克宏认为15国的加入显示越来越多国家愿意在碳交易和绿色投资等方面 做出雄心勃勃的决定 此外这次欧盟峰会也要聚焦未来五年的国防安全 还有移民等重要议题 中央社记者唐佩鲁布鲁塞尔报道 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杯乔易锦标赛 台湾选手成果丰硕 获得一斤一银一同的好成绩 也取得今年九月在中国武汉举行的世界杯乔易锦标赛参加资格 这一次台湾的代表队在新加坡举办的亚太杯乔易锦标赛当中 获得了一斤一银一铜 也就是混合组得到冠金 日主得了亚金 还有长青的鼻祖得到了祭金 同时也取得了武汉的世界乔牌大赛的门票 今年台湾共派出公开组 女子组 混合组 以及长青组五组参赛 实力坚强 也显示台湾推展桥牌运动的成效 现在台湾的桥牌中间曾经有断层 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努力 现在往下扎根 在年轻的一代当中已经非常蓬勃 尤其国小国中都一直有很好的人口 我相信在往后的我们桥牌来讲 会有很强的生育金 而且会有很好的成绩 那桥牌应该在世界来讲 我们台湾是可以让世界看得到的 今年是亚太北首都设置混合组 台湾在混合组夺得金牌意义非凡 与摘营的女子组同样取得世界杯亚太区代表资格 中央社记者黄志强 新加坡报导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美国最近中指印度的贸易优惠待遇引发印度不满 决定对美国29项商品提高进口关税 其实印度从2018年就对华府加征钢铝税不满 扬言要加征报复性关税 不过双方谈判后暂缓实施 如今面对美方的举措 双方的贸易摩擦恐怕会持续升温 川普和莫迪预定28号在G团体峰会见面 届时也可能会触及这个棘手问题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我是张雅婷 花 fisc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